《素人渔夫2》 清晨八点多,太阳刚刚上来不久,我们已经到了高崖上 下了车,身后是连绵不断神秘而又寂静的沙漠 眼前是惊涛烈暗的大海和乱石 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雾 成群的海鸟飞来飞去,偶尔发出一些叫声 更衬出了四周的空气 我翻起了夹克领子,张开双臂 仰起头来给风吹着,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 你在想什么?何夕问我 你呢?我反问他 我在想《天地亦沙欧》那本书讲的一些境界 何夕是个清朗的人 此时此景,想的应该是那本书,一点也差不了 你呢?他又问我 我在想,我正疯狂地爱上了一个英俊的博足军官 我正跟他在这高原上散步 四周长满了美丽的石楠花 风吹着我的乱发 他正热烈地注视着我 浪漫而痛苦的日子啊 我悲叹着 说完,闭上眼睛 将手臂浇抱着自己 满意地吐了口气 你今天主演的是雷恩的女儿? 何夕说 猜对了 好,现在开始工作 我拍了一下手 去拉绳子 预备掉下牙去 经过这些疯狂的幻想 做事就更有劲起来 这是我给枯燥生活想出来的调节方法 三毛 今天认真的 你要好好帮忙 何夕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站在乱石边 何夕下去潜水 他每射上来一条鱼 就丢去潜水边 我赶快上去捡起来 跪在石头上 用刀刮鱼鳞 洗肚肠 收拾干净了 就将鱼放到一个塑胶口袋里去 刮了两三条很大的鱼 手就刺破了 流出血来 浸在海水里怪痛的 何夕在水里一浮一沉 不断地丢鱼上来 我拼命工作 将洗好的鱼很整齐地排在口袋里 赚钱太不容易了 我摇摇头难难自语 膝盖跪得红肿起来 过了很久 何夕才上岸来 我赶快拿牛奶给他喝 他闭着眼睛躺在石块上 脸苍白的 几条了 他问 三十多条 好大的 总有六七十公斤呢 不做了 快累死了 他又闭上了眼睛 我一面替他灌牛奶 一面说 我们这种人应该叫素人渔夫 渔是昏的 三毛 我不是说这个婚素 过去巴黎有群人 平日上班做事 星期天才画画 他们叫自己素人画家 我们周末打鱼 所以是素人渔夫 也不错 你花样真多 做个鱼 也想得出新名字出来 何夕显然不感兴趣 休息够了 我们分三次 将这小山野寺的一堆鱼 全部钓上牙去 放进车厢里 上面用小冰箱里的碎冰铺上 看看烈日下的沙漠 这两百多里开回去 又是一番辛苦 奇怪的是 这次就没有上几次好玩 人也累得不得了 车快开到小镇了 我轻轻求何夕 拜托了 给我睡一觉再出来卖鱼 拜托了 太累了 不行 鱼会臭掉 你回去休息 我来卖 何夕说 要卖一起卖 我撑一下好了 我只有那么说 车经过国家旅馆 城堡寺的围墙 我灵机一动 大叫 停 何夕杀住了车 我光脚跑下车 伸头去门内张望 喂 喂 噓 我向在柜台的安东尼奥 小声地叫 啊 三毛 他大声打招呼 噓 不要叫 后门在哪里 我轻轻地问他 后门 你干嘛要走后门 我还没有解释 恰好那个经理大人走过来 我一下躲在柱子后面 他伸头看 我干脆一溜烟 逃回外面车上去 不行了 我不会卖 太不好意思了 我捧住脸 气得很 我去 何夕一摔车门 大步走进去 好何夕 真有种 喂 您 经理先生 他用手向经理一招 经理就过来了 我躲在何夕背后 我们有新鲜的鱼 你们要买不买 何夕口气不卑不亢 脸都不红 我看是装出来的 什么 你要卖鱼 经理望着我们两条破裤子 露出很难堪的脸色来 好似我们侮辱了他一样 卖鱼走边门 跟厨房的负责人去谈 他用手一直边门 气势凌人的说 我一下子缩小了好多 拼命将何夕拉出来 对他说 你看 他看不起我们 我们别处去卖好了 以后有什么酒会 还得见面的 这个经理 这个经理是白痴 不要怕 走 我们去厨房 厨房里的人都围上来看我们 好像很新鲜似的 多少钱一斤啊 终于要买了 我们两人对望了一眼 说不出话来 嗯 五十块一公斤 何夕开价了 是 是 五十块 我赶紧复合 好 给我十条 我来抱一下 这个负责人很和气 我们非常高兴 飞奔去车厢里挑了十条大鱼给他 这个账 一过十五号 就可以凭这张单子去账房收钱 不付现钱吗 我们问 公家机关 请包含包含 负责买鱼的人 跟我们握握手 我们拿着第一批鱼 赚来的一千多块的收账单 看了又看 然后很小心的 放进我的裤子口袋里 好 现在 去滴滴酒店 何夕说 这个滴滴酒店 可是撒哈拉大名鼎鼎的 他们平时给工人包饭 夜间卖酒 楼上房间出租 外表是七桃红色的 里面整天放着流行歌 灯光是绿色的 老有成群花枝招展的白种女人 在里面做生意 西班牙来的羞辱工人 一发薪水就往滴滴酒店跑 喝醉了就被丢出来 一个月辛苦赚来的工钱 大半送到这些女人的口袋里去 到了酒店门口 我对何夕说 你进去 我在外面等 等了快二十分钟 不见何夕出来 我拎了一条鱼 也走进去 恰好看见柜台里一个性感弟弟 在摸何夕的脸 何夕像一只呆头鸟一样站着 我大步走上去 对那个女人很凶的绷着脸 大吼一声 买鱼不买 五百块一斤 一面将手里拎着的死鱼 重重的摔在酒吧上 发出啪一声巨响 怎么乱涨价 你先生刚刚说五十块一斤 我瞪着他 心里想 你再敢摸一下何夕的脸 我就涨到五千块一斤 何夕一把将我推出酒店 轻声说 你就会进来捣蛋 我差一点全部卖给他了 不买拉倒 你卖鱼还是卖笑 居然让他摸你的脸 我举起手来就去打何夕 他知道理亏 抱住头 任我乱打 一气之下 又冲进酒店去 将那条丢在酒吧上的大鱼 一把抽回来 烈日当空 我们又热 又饿 又渴 又倦 彼此又生着气 我真想把鱼全部丢掉 只是说不出口 你记不记得沙漠军团的吹士兵八哥 我问何夕 你想卖给军营 是 何夕一声不响开着车往沙漠军团的营地开去 还没到营房 就看见八哥恰好在路上走 八哥 我大叫他 要不要买新鲜的鱼 我满怀希望地问 鱼 在哪里 他问 在我们车厢里有二十多条 八哥瞪着我猛摇头 三毛三千多人的营区 吃你二十多条鱼够吗 他一口回绝了我 这是说不定的 你先拿去煮嘛 耶稣的五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了五千多人 这你怎么说 我反问他 我来教你们 去邮局门口卖 那里人最多 八哥指点迷津 当然我们卖鱼的对象总是欧洲人 沙哈拉威人不吃鱼 于是我们又去文具店买了一块小黑板 几只粉笔 又向认识的杂货店借了一个宝秤 黑板上画了一条跳跃的红鱼 又写着鲜鱼出售五十块一公斤 车开到邮局门口 正是下午五点 飞机载的邮包 信件都来了 一大批人在开信箱 热闹得很 我们将车停好 将黑板放在车窗前 后车厢打开来 做完这几个动作 脸已经红得差不多了 我们跑到对街人行道上去坐着 看都不敢看路上的人 人群一批一批的走过 就是没有人停下来买鱼 坐了一会儿 何希对我说 三毛 你不是说我们都是素人吗 素人就不必靠卖业余的东西过日子吗 回去啊 我实在也提不起劲了 就在这时候 何希的一个同事走过 看见我们就过来打招呼 啊 在吹风吗 不是 何希很扭捏地站起来 在卖鱼 我直指对接我们的车子 这个同事是个老光棍 也是个出线条的好汉 他走过去看看黑板 再看看打开的车厢 明白了 马上走回来 捉了我们两个就过街去 卖鱼嘛 要叫着卖鱼 你们这么怕羞不行 来 来 我来帮忙 这个同事顺手拉了一条鱼 提在手上 拉开嗓子大叫 鱼哟 卖新鲜的好鱼哟 75块钱一斤哟 呀 鱼呀 他居然还自作主张 涨了价 人群被他这么一张 马上围上来了 我们喜出望外 二十多条鱼 真的小意思 一下子就卖光了 我们坐在地上结账 赚了三千多块 回头再找何希同事 他已经笑嘻嘻地 走得好远去了 何希 我们要记得谢他哦 我对何希说 回到家里 我们已是筋疲力尽了 洗完澡之后 我穿了毛巾浴衣 去厨房烧了一锅水 丢下一包面条 就吃这个呀 何希不满意地问 随便吃点 我都快累死了 我其实饭也吃不下 清早辛苦到现在 你只给我吃面条 不吃 他生气了 穿了衣服就走 你去哪里 我大声 我去外面吃 说话的人 脑子里一下塞满了水泥 硬邦邦的 我只有在换了衣服 追他一起出去 所谓外面吃 当然只有一个去处 国家旅馆的餐厅 在餐厅里 我小声地在数落何希 世界上只有你这种笨人 点最便宜的菜吃 听见没有 正在这时 何希的上司之一 拍着手走过来 大叫 真巧 真巧 我正好找不到半吃饭 我们三个一起吃 他自说自话地坐下来 听说今天厨房有新鲜的鱼 怎么样 我们来三颗鱼尝尝 这种鲜鱼 沙漠里不常有 他还是在自说自话 上司做惯了的人 忘记了也该看看别人脸色 他不问我们 就对茶房说 生菜沙拉 三颗鱼 酒 现在来 甜点等一下 餐厅部的领班 就是猪武在厨房里买我们鱼的那个人 他无意间走过我们这桌 看见何希和我 正用十二倍的价钱 在吃自己卖出来的鱼 夏德张大了嘴 好似看见了两个疯子 负账时 我们跟何希的上司抢着负 结果何希赢了 用下午邮局卖鱼的收入付掉 只早回来一点零头 我这时才觉得 这些鱼 无论是五十块 还是七十五块一公斤 都还是卖得太便宜了 我们毕竟是在沙漠里 第二天早晨 我们睡到很晚才醒来 我起床煮咖啡 洗衣服 何希躺在床上对我说 幸亏还有国家旅馆那笔账可以收 要不然 昨天一天真是够惨了 汽油钱都要赔进去 更别说那个辛苦了 你说账 那张收账单 我尖叫起来 飞奔去浴室 关掉洗衣机 肥皂泡泡里掏出我的长裤 伸手进口袋去一摸 那张单子早就泡烂了 软软白白的一小堆 拼都拼不起来了 何希 最后的鱼也溜掉了 我们又要吃马铃薯饼了 我坐在浴室门口的石阶上 又哭又笑起来